我愛你 請妳跟我這樣過 小孩吃得好健康過 唉唷 聽妳說起來 小孩子要吃得怎麼樣 要花大錢就對了是不是 不一定貴就是好啊 那一定要等頂級的嗎 也不是啦 要吃得對才能健康對不對 好啦 但這個尺度 到底怎麼分割跟定義呢 今天要請到這兩位特別來賓 他們對於小孩吃的東西 那花錢是不手軟啊 對 為了小孩的健康 媽媽們都是竭盡所能 要讓孩子吃得最好 包括孝子媽咪崔佩儀 以及超凡媽咪楊月娥 都想找出正確的飲食方法 所以今天來到現場的專家代表 小兒科醫師黃從寧 理養師黃淑慧 就要來提供最好的配方喔 天然食物的營養成分高 蛋你都吃蛋了嗎 我們看到蛋 我們不要腦袋一直想打過小腦 剛剛營養師就講 蛋裡面有非常多的維生素 還有很多蛋白質 對 小孩子在成長過程當中 蛋白質是非常重要的 吃魚會點聰明 但卻有重金屬污染 有人說 深海魚它的重金屬又比較多 對 這邊是隔魚的嘛 對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說 那你賣海魚的話 你就不要罵新魚 因為危機量會比較高 譬如什麼魚是OK的 那今天我們節目呢 有別於以往喔 以前呢 我們有很多特別來賓 他爭相想要搶問 一些他們心中的疑問對不對 今天我們就讓 我們兩位專家直接提問題 我們來看看大家到底懂不懂 我們今天當考生對不對 當考生一下 來 所以我們手上都有圈跟叉對不對 好 每一道題目大家都要聽好 尤其這題目都是融入在生活當中 很常發生的 黃醫師 來 第一題 早餐什麼都可以不吃 但一定要吃蛋這樣對不對 好 請舉牌 我也贊成 我贊成 對啊 蛋營養怎麼可能 要均衡營養什麼都要吃 才有力氣 拜託小朋友 那個蛋白質是非常豐富的耶 你知道嗎 蛤 真的啊 蛋很好耶 可是我們三明治裡面有蛋 有起司 有火腿 所以你看 你只是沒看到那個蛋 事實上它夾在裡面也有那個蛋 對啊 可是你怎麼只吃蛋 不吃別的耶 沒有沒有 他是說 一定要吃蛋 可以不吃 但是一定要吃蛋 至少一定要有蛋 可是什麼都要吃裡面還要有蛋 什麼都要 那比多多一點 很豐富啊 所以我們的環境 就只能夠吃一顆蛋 對不對 還含著眼淚啊 所以我們兩個的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對 那妳的主圈是 對啊 你看蛋的營養成分多高 像我們坐月子對不對 也是要吃蛋 也是要補蛋啊 對 酒 羊蛋什麼都要 而且之前我們節目當中 也有專家在講過 小朋友的成長那個營養蛋白質啊 很重要啊 最重要大概快一半的成分了 對不對 那怎麼能不吃呢 你一定要吃 而且要變化著吃 小朋友每次看到都一顆蛋 就很討厭 所以呢 煎一個漂亮的荷包蛋 再弄一點番茄那個笑臉 他就會吃了 那明天再換蒸蛋 後天再換米蛋 這裡就不吃到 我們有產業蛋的 炒蛋 炒蛋 好 所以呢 標準蛋是什麼呢 當然是不對啊 蛤 我們討論的性高才能 是嗎 本來就是啊 很久以來都這樣吃 沒有 怎麼可以只吃蛋呢 對啊 我覺得蛋是像 沒有啊 像吐司什麼都可以 它上面就說 可以什麼都不吃 只吃蛋 你們都沒有看清楚題目 就是 好 完了 搞半天我們國語的這個 躁意有差 你知道現在小孩數學不會寫 就是看不懂國語 對 天啊 因為早餐什麼都可以不吃 但一定要吃蛋 這要解釋一下囉 黃茲 就是可能 有兩種家長 一種就是說 這個題目上面這樣的 它就是說 今天如果孩子早上來不及了 我至少給他吞顆茶葉蛋再出門 或吞顆水煮蛋再出門 對 有一種是這樣 那另外一種家長是反過來的 他會覺得說 蛋不是膽固醇很高嗎 這樣我的小孩每天吃蛋 這樣會不會膽觸成過高 這是兩個不同的極端 基本上這兩個觀念都不太對 第一個就是我們早餐應該也是 我們都說早餐要吃得好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澱粉質蛋白質 還有這個纖維素 應該都要有 還有脂肪 所以說只吃蛋 你大概就是蛋白質 你沒有任何其他的這個 這個澱粉質 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纖維素 所以這樣對一個孩子的早上 我們說早上是他上學學習最重要的時刻 他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很好的一個血糖的穩定度 而且他很容易就會餓或等等的 這樣是對他的營養是不夠的 對 不能說今天早上既然來不及 那我就吞顆蛋就出門 這樣是不行的 那我請教 如果加一片吐司可以嗎 加一片吐司現在三分得了兩分嘛 對 可是如果你能夠再增加一點 譬如說木樹芽或是一些小黃瓜蔬菜 這樣才是一百分 這樣OK是吧 剛剛我在講加吐司可以嗎 營養師說要兩片 要才夠是不是 加一片基本能量還不夠 因為你要讓小朋友能量能夠 血糖能夠維持到中午12點 因為我們說實話 他上學之後在學校中間 不太可能有機會再吃任何的東西 對 所以你如果給他只一顆蛋 能量絕對不夠 一片吐司也不太夠 所以基本上至少要兩片吐司 兩片吐司 還有一杯牛奶或者是豆漿 這樣子總合起來 那還有像剛才黃醫師講的 你要加一些蔬菜在裡頭 就是均衡的早餐 對 那這樣聽起來好像我們在早餐店 買的這種漢堡或三明治 那是OK的 OK的 但是你要搭配 不要給小朋友配奶茶 配紅茶 因為外面的早餐店買的奶茶 並不是真正鮮奶的奶茶 那紅茶OK啊 紅茶你就泡糖跟茶葉的水而已啊 那你如果給他一杯豆漿跟給他一杯牛奶 營養價值是不一樣 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被家長 我們老一輩的爸爸媽媽就教我們吃蛋很好 而且覺得蛋是非常完整的一個食物 對 甚至我前陣子還聽說 大人也是一樣 最好每天都要吃一顆雞蛋 那甚至於是有膽固醇過高的人 也吃雞蛋 而且要持續的吃六天還是七天 我說這是什麼功效 他說因為其實蛋 膽固醇過高其實是你的 壞的膽固醇比較多 所以你要把好的部分增加 然後把壞的部分降低 請問一下這樣對嗎 那個食物裡面的膽固醇沒有分 好膽固醇跟壞膽固醇 好膽固醇跟壞膽固醇是血液裡面才有分 食物裡面就是 純粹的膽固醇 真的嗎 對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的確因為現在有一些中老年人 是怕到不敢吃蛋黃 蛋黃全部剔開 對...他只吃蛋白 那事實上不要忘了 蛋黃裡面除了膽固醇之外 還有 很好的軟鈴子 還有很豐富的維生素B群 這些事實上都是中老年人 就算大人 就是我們成年人都是需要的 所以不要忽略它的好處在 可是每天一顆嗎 是OK的 OK的 除非說你是 除非你是高血脂症 就是說你已經知道我是血膽固醇 落高 那這樣我們會進行兩顆一顆 像醫院師我想請問一下 像我吃蛋 我很喜歡吃那種 就是裡面是深深的 對 然後這樣吃那樣會不會影響 會不會影響 我們想請問一般來講 烹調上面就是要求你蛋白熟 蛋黃可以不熟 為什麼蛋白裡面有一個 叫做抗生物素因子 它會抑制我們生物素的吸收 所以把蛋白煮熟就好了 蛋黃可以不用熟 是無所謂 那我想胃在營養師 像我媽說她膽固醇夠高 她一直懷疑說 是不是因為她以前坐月子的時候 一天吃四顆蛋 然後就覺得蛋很補很補嘛 那那個年代會覺得說 一定要用最補的 所以就坐月子的時候 一天吃四顆蛋 她一直很懷疑說 她是不是那個時候吃蛋吃太多 所以後來造成膽固醇 會嗎 一般我們成人的 一天需要的膽固醇 大概300毫克 一個雞蛋大概就210 對 所以你如果吃兩顆就脫掉了 對 所以我們才說一天一顆 我們只要吃的話 那蛋裡面好的膽固醇 我就可以吸收嗎 會 我們會不見得有百分之百完全吸收 我們創造本來就有不同的吸收率 對 不同的營養師有不同的吸收率 是我們體質不一樣的關係 對 每個人的不一樣 身體狀況 比如說像小孩子來講 它需求量比較高 它相對吸收率就會比較高 對 這是一定的 但是營養師 你剛剛講到說 食物的膽固醇沒有分好跟壞對不對 沒有 就是膽固醇 但是你在外面 你都會聽到人家 有人在說 我跟你講 蚵仔生蠔好膽固醇 海鮮好膽固醇 豬肉 肥肉 壞膽固醇 他有分賣蚵仔 那個是因為那個價格比較好賣 他好在那個價格 你知道嗎 我們被誘導了嗎 對啊 那個價格比較貴啊 蛤 雞蛋鼻生蠔 你看 我想解釋一下 我想黃醫師這個應該也更清楚 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一般來講 我們血液裡面的好膽固醇 跟好膽固醇是從肝臟裡面 就是我們食物吃進去 腸道吸收 送到肝臟 代謝出來才會送出去 分出好膽固醇跟壞膽固醇 跟食物裡面的成分是沒有影響的 那小孩子可以多吃蛋 或是這種膽固醇之類嗎 我們看到蛋 我們不要腦袋一直想膽固醇膽固醇 剛剛營養師有講 蛋裡面有非常多的維生素 還有很多的蛋白質 小孩子在成長過程當中 蛋白質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們之前 我們在討論這個禽流感的過程當中 我們很重視 尤其是東南亞那邊的孩子 雞蛋是他們唯一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他們就靠那個雞蛋就要過火 你今天如果因為來一個禽流感 把那鳥都雞都殺光光的話 他們就會有營養的問題 你就知道說 這對於一些落後國家 不像我們在台灣 我們可以吃很多各式各樣的蛋白質 對於那邊的孩子 他們就只有蛋 他們照樣可以長得很好 所以說小孩子如果說 今天我們用剛剛的算式就算了 大人一天三百 那小孩應該更少 那是不是一顆蛋以上就破表嗎 我想我們先不用想這些 因為小朋友 畢竟沒有那些膽固醇累積的問題 比較少 所以說他又去吃薯條去吃炸雞 如果他平常飲食就很健康 一天一顆 對他絕對是有好處多於壞處 不過有一點我要稍微提醒一下 成人的這個抵抗力比較好 所以當你的蛋蛋黃 如果說沒有煮熟 身力塞到那種比較游離狀的 這樣子對成人他的腸道 是可以把裡面的細菌殺乾淨 如果他裡面有三門四菌的話 但是小朋友的抵抗力比較弱 如果他吃的蛋 沒有完全煮熟的話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得三門四菌感染 只是說他就會有增加這種機會 不管是三門四菌 或者是彎曲感菌 這些都是要小心 所以對於兒童而言 我們大部分還是建議 能夠煮熟就煮熟 而且當你處理完雞蛋的時候 有時候你碰到蛋殼 你的手碰到蛋殼之後 你一定要洗手 有的時候我們是處理雞蛋之後 我們沒有洗手就去泡牛奶 或者是給他喝別的東西 把那個細菌傳過去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除了雞蛋以外 我兒子有時候是海參跟黃瓜 還有那個鳥蛋一起 那一次買一兩顆人家不會賣你 最少你要買五六顆 對我們來講 我們大人我是不敢碰那個鳥蛋 那小朋友膽固醇會不會 你讓貝克宇把海參當零嘴喔 沒有啊 就是做成會飯這樣子 沒事像辦 那個在餐廳是大菜 他們環境多好嗎 沒有啦 我們只能夠紅蘿蔔切切切 沒有沒有 不一樣啊 鳥蛋鴿子蛋 鳥也是雞跟鳥都是情類嘛 所以他們裡面的這個胆固醇 跟蛋白質的含量 大概會有類似 不過鳥蛋的蛋黃好像是比較 比較小一點 因為相對比例它的確是比較高 可是它比較小啊 對所以你不要一口氣給它吃很多顆 外面夜市賣都賣一串就好幾顆啊 對啊 四顆差不多 四大五顆換一個蛋 對 怎麼知道四顆 因為我有吃過啊 有吃逛過啊 我會逛夜市啊 不過我要回 就是再回到我們剛才的那個議題上面 事實上不要以為膽固醇是不好的 事實上膽固醇是我們身體裡面 膽脂酸的來源 我們身體有很多的組織構造 還是需要膽固醇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為什麼小孩子可以比較不用怕 因為它在成長 膽固醇是會用掉的 對 但是倒是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說小時候你多吃三顆蛋 無所謂一天 然後長大以後呢 比如說一天一顆 再老一點就說兩天一顆 是不是跟新陳代謝有關係 對 沒有錯啊 就我們剛才講 我們說小孩子 因為它的需要量原本就大 因為它在長嘛 所以它吃進來這些東西 它是可以拿來做建造用的 對 它不是拿來堆血管上面用的 不一樣 老大人就是拿來堆血管上面的 所以這有差別一點的 對 但講完了啦 好 來… 黃老師 請出題 下一題 這個是有關於 嬰幼兒的問題 好 9到12個月大的嬰幼兒 只喝牛奶會貧血對不對 1 2 3 請舉牌 對 只喝牛奶 只喝牛奶 9到12個月 好 兩圈兩叉 對不對 對 幼兒姐 對啊 她不喝你也沒辦法 她不吃別的東西 只喝牛奶你也沒辦法 會營養不良啊 已經有吃副食品啦 對啊 所以應該不能只喝牛奶吧 對 我也覺得 真的嗎 我記得我小朋友在那個時候大的時候 他常會遇到一個厭食期 厭奶期 對 然後那個時候你什麼東西都不吃 但是我們也就是給他喝牛奶 也沒有頭暈 黑萬民啊 你怎麼知道 她又不會表達說我頭暈了 因為她不會每一次就倒下去 對啊 牛奶應該也具備了 她足夠她要吸收的養品 應該不行吧 除非她喝的量夠大 不能只靠牛奶 那因為有一些母親的確會講 因為 餵牛奶比較快啊 餵副食品比較慢啊 對啊 就燉一口一把媽媽餵 燉一些大骨頭湯嘛 或布拉芹做成那個稀飯 和蘿蔔泥 還有糙米啊 這樣子 燉這個燉那個啊 對 媽媽很辛苦 所以有些媽媽說 反正喝牛奶就夠啦 所以她就純粹只餵牛奶 可是這樣子是會影響 然後小朋友生長暴育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如果說我們用母奶跟牛奶來比的話 我們母奶的鐵質其實沒有特別高 可是我們如果小孩喝母奶 他不會有貧血的問題 因為他 鐵質吸收得很好 吸收率會比較高 但是牛奶沒有 所以呢 過去的孩子 如果你一直不給他添加副食品 他繼續喝牛奶 他就會有貧血 缺貧性的貧血 這個問題當然有人要解決 所以現在的配方奶都加了非常高量的鐵質 對 所以現在的孩子 如果你只喝牛奶 你不會 應該不太會平血了 因為他鐵加得很高很高 那問題就會變成什麼 就是便秘 這是為什麼之前我們很常講 小baby如果便秘 一定是奶喝很多副食品沒有加 那理由就在這裡 因為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他鐵質加得很高 那你說那好啊 那我就不要喝有鐵質的 那就喝一般牛奶 那就是回到過去時代 那你小孩就會平血 所以不管怎麼樣都不好 你就是一定要 增加副食品 這樣他的營養才會均衡 也不會有這種缺帖線平血的問題 怎樣看得出來他平血 如果真的有的話 你會看到他整個臉色都比較白 像嘴唇啊 眼瞼啊 這些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觀察臉色就對了 本來他以為他皮膚很好 好白皙喔 對啊 結果沒有血色是不對的 沒有 就是說看嘴唇 看嘴唇 看嘴唇 而且事實上這段時間的小朋友 讓他訓練用口腔 你說副食品很重要 對 要拒絕口腔 會跟他以後的發音 語言的學習能力都有關係 對 所以副食品的很多爸媽都想說 一定要在外面買那個罐頭的啦 要怎麼樣的 其實不盡然喔 來 今天我們黃醫師 第一次下廚 在節目當中 好不好 示範輕鬆的來做副食品 好 是的 女士 女士 阿聰士上菜 來 歡迎 真的假的 你會喔 真的喔 我在網路上有放一個 叫懶人電鍋副食品 就是說最近就是有嬰兒食品 不是也遭到污染嗎 會有什麼拱啊 嗝啊 然後那個很麻煩 那我自己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因為我們大家現在都上班嘛 所以就是可能沒有時間去搞 非常複雜 非常豐盛 我很簡單就是睡覺前 我就譬如說我一杯超米 像這個米它就提供了澱粉質 對不對 比白米好 當然比白米好 大概是一比四的水嘛 所以說一杯超米我就配四杯水 我就把四杯水倒進去 那接下來呢我就會想說 那我要給小孩什麼樣的蛋白質 那有的時候我就會選 譬如說布拉皮啊 或者是會選一些雞小碎的雞肉啊 或者是等等 那這邊就提供的是蛋 蛋也可以 你只有蛋黃 沒有蛋白 應該是要有啦 不過蛋白是蒸發了還是怎麼樣 全蛋是不是 全蛋 對 那蛋的缺點是會黏鍋 不過沒有關係 黏就黏啦 那我們就不要 營養比較重要 營養比較重要 那譬如說我可能會加 你要想想看這個東西 大概是這個寶寶兩天會吃的 所以說你就想想看兩天 它大概吃多少量的蛋白質 那再來我會給它一些深色的蔬菜 通常我會選兩種以上 譬如說像這邊有花椰菜 對 不然我就會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 你不用切得很稀嗎 因為之後我會把它打成泥 所以我現在不需要切得太稀 那還有像這個紅蘿蔔 就削幾個片 然後我就丟進去 通常我會放到滿 還有洋蔥 番茄等等都可以放 沒有禁忌是吧 沒有禁忌 反正想到的蔬菜水果 就是都放就對了 我放過各式各樣的 像蛋白質我放過香菇 放過豆腐什麼都放過 如果是蔬菜的話 我放過番茄 洋蔥 反正各種顏色我都放過 可是它適合已經試過這些食材的寶寶 對 不要第一天就吃這樣 你剛剛太誇張太厲害了 那我有一點小小的撇撇 就是其實這樣吃起來 雖然還有點味道 可是有些小孩子會覺得太單調 我有時候會加一點鹽吧 這很多人會 還可以嗎 對 很多人有這種心理障礙 就是說小孩不能吃鹽 其實沒有那麼誇張 可是外面賣的副食品 都是沒有味道的喔 那罐頭有沒有 對 那你自己吃看看 你會不會覺得 是真的滿難吃的 對 很恐怖嘛 那很多小孩的副食品失敗 就是因為那個副食品太難吃了 這時候 其實你可以第一次試試不加鹽 那如果你的孩子 搞不好他可以接受 對 搞不好他可以接受 或者是你自己吃吃看看 你覺得說這樣就夠了 因為蔬菜已經有一些甜味了嘛 對 但是黃醫師的前期大家要聽懂 不要太過頭 那鹽是一點點調味 那時候一大匙就啪下去了 那就很恐怖了 好 那我這樣子以後 我就把它蓋起來 我電鍋我加滿水 我就壓下去我就去睡覺了 那它大概會蒸個兩三小時 它就水都乾了嘛 那因為那個熱度還在 所以裡面應該還是無菌的 所以等到隔天早上的時候 我就把這些煮出來 通常都已經非常非常吸水了 就是前面這一鍋是不是 對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食物調理機 或者是果子機把它打爛 打成這樣 就像這個樣子 好熟悉喔 小朋友 來 記口 阿 我嗎 你最像小寶寶啦 這麼天真無邪 我跟你講 我是最不忌口的 如果說連我吃都不好吃 我就叫它不要錯 這麼大口耶 人家是阿聰師耶 阿聰師耶 怎麼樣 聰米應該不錯 其實不錯 真的喔 因為 它有一個自然糙米 跟你那個蔬菜的香味 對 它那個香味其實是不錯的 甜的 甜的喔 甜的 而且其實這個很濕 我們有的時候買到嬰兒的副食品 你要倒 對 它會流下來的 像這種很濕 它其實得到了單位的體積 它的胃那麼小 它得到的熱量會比較高 但還有一個如果說 像我是最懶的是這樣做 那有比較不懶的 或是說對於那個蔬菜的維生素 覺得說加熱會破壞掉的話 你可以隔天 比如說像我這邊 我的深色這個花椰菜 或深色的蔬菜我先不加 我隔天自己燙青菜之後 那我再自己 另外打再放上去 這樣那個蔬菜的顏色 才不會說就變色 不會氧化掉 氧化掉 我發現你這個特點是什麼呢 你這個做完之後我剛剛在吃 就它那個裡面的 像米粒啦 點點 它不是說打得非常細 跟泥一樣 不是 還有一點口感 它其實還有一點口感 那是故意讓嬰兒 它增加它的蠕動 其實這個才是天然的食物泥的味道 因為如果說像我們那個嬰兒罐頭 為什麼會那麼均勻 就是最近在講的 因為它有起雲劑 它會讓它裡面的這個栗子 通通很均勻 這樣才會 才不會只說我們那個放冰箱 都不會沉澱有沒有 它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 天然的味道本來就應該是這樣沙沙的 這樣才對 那個反而是不太一樣 OK 好了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謝謝我們的阿蟲師 謝謝 好 那麼在接下來呢 輪到我們營養師出題囉 好 請出題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小朋友更聰明 就要讓他多吃魚對不對 這還有什麼好想的 想都不用想 魚真的 蓋質也很好 當然魚是很聰明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均衡營養 還是要均衡營養 當然特別多吃 我們說是其他我們也吃喔 但是多吃魚 對啊 不是說別的不吃 唉唷 妳轉得很快 對 我轉得很快 毫無猶豫 這個大家應該就不用有什麼討論了吧 對嘛 是嘛 正確對不對 答案到底是不是 是嗎 對 在所有的肉類裡面 魚是算 因為它 對 它的蛋白質質地比較好 那最近幾年的研究 就是大家都一直集中在魚裡面的 Omega脂肪酸 對 它對小朋友的那個 智力的發展 都沒有大的益處 所以我們會建議它的確在選擇肉類上面 是魚會比吃肉好 肉還要好 可是剛才我們講到蛋啊 其實蛋也很好 所以其實我是感覺 均衡啦 其實回過頭來 還是要均衡 只是說我們在選擇肉類的時候 魚真的是比較好 黃姐 我想要請問一下 像我兒子啊 從小就很喜歡挖那個魚眼睛吃 那魚眼睛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不好的 超愛 會啊 不會啊 因為那個本身是有些膠質的東西 但是有人說 是那個補白酒啦 對啊 是眼睛一點 以形補習 對 以形補 那是我們傳統方說 我們的老祖宗是這麼說 可是在營養學上面來講 你真的要補白酒 其實是應該 維他命A多一點的食物 會比較照顧到眼睛 對 胡蘿蔔 番茄那一類的啦 對 魚眼睛補 那是我們的老祖這種說法啦 可是我們真的眼守這種說法 以前我們那個長輩在寿宴的時候 住寿的時候 如果魚上來的話 我去夾那個魚眼睛 就被我媽媽打手 唉唷 為什麼 不可以 人家長輩過生日 你吃了他的視力會不好 真的啊 不會不會 應該沒有關係 我們就不敢吃 你看到底什麼樣的魚是最好的 養殖跟海水有差嗎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Omega11脂肪酸 那這個是在 生海魚裡面含量會比較高 比養殖魚高 所以通常我們會比較建議吃 那個生海魚 那海魚有 但是相對來講 有人說生海魚它的重金屬又比較多 對面是大魚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說 那你買海魚的話 你就不要買大鮮魚 因為堆積量會比較高 譬如什麼魚是OK的 譬如什麼魚 我現在桌面上有一條 我特別去準備一下 這是什麼 就是你要買中鮮魚 那什麼魚 這個是好像是 這樣子叫中鮮魚喔 對 這個是中鮮魚 那我們家裡面差不多一餐 就是這樣子一條魚 這什麼魚啊 不知道 形狀 不用追究 反正就是中鮮魚對不對 不是 因為我本來是建議他買青魚 對 因為青魚是比較 就是我們講的Omega3脂肪酸比較高的魚 對 那我這樣把它的體積大小 就比較類似中鮮魚 不要買很大體積的 像鮭魚啊 鮭魚 那個有的時候體積 那鮭魚也有大小啊 其實你去魚市場 你也可以看到大鮭魚 中鮭魚 小鮭魚啊 那你就不要挑產生太大的 那只有青魚還有什麼魚 秋刀魚 青魚 鮮魚 鮭魚 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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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海魚都是 海魚都可以 就是你的大 就是比如說你一個家庭 大概一家四五口 一鮪魚剛剛好 那個OK啦 一般來講我們建議的 就是成年人的量 大概一餐大概兩份的蛋白質左右 兩份蛋白質的話就大概是 半條 半條的魚肉 對 所以如果是你一家四口的人要吃的話 大概這麼大的你要兩條 要兩條 要兩條 對 那我想問一下像我們小朋友 他們會吃 很小的時候我常給他們吃鮭魚 可是有一段時間我老公叫我說 你不要再買鮭魚給他吃了 為什麼 因為鮭魚就來不及長大 沒有錯 鮭魚是為了生態 沒有 這個要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政府有規定 鮭魚在一年當中拿幾個月可以補 然後再補有規定一定的腫量 還有我覺得我買鮭魚有一個疑惑 有的是那種很白很漂亮 有的是那種很醜黑黑的 我有時候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買那個白的 好像肥肥的很漂亮的 可是我又很怕有鮭魚 那種類不一樣 沒有 它種類不同 它那個小魚不是只有布拉蜜一種 它還有像撩阿蜜 它那個是小小的 對 很類似 我以為那是漂過的 可是我不敢買 因為我們一般人不太會分 那有人就把撩阿蜜跟布拉蜜 和在一起 搞不清楚 而且我正好趁這個機會 打破一個大家迷思 大家想吃布拉蜜是想吃它的什麼 蓋子 想要整頭什麼 整條啊 大家都這麼講 可是事實上 妳看布拉蜜的蓋子含量並不高 蛤 我們吃很久欸 太知道了吧 我們拚命的吃欸 事實上它 你看它小小魚 它骨頭還沒有長大 欸 我為了讓小孩吃布拉蜜 我還特地開車到宜蘭去買欸 買最新鮮的欸 應該的啊 真的喔 知道啦 那這樣我以後不去了 真的布拉蜜 真的布拉蜜它 所以我事實上站在生態的角度來看 我真的不是很建議吃布拉蜜 丁香魚的話就是比較 已經骨骼 已經成型 那個蓋子就比較高 可是布拉蜜因為它 還沒有什麼骨頭 對 蓋子事實上含量都不高 我想我們像這種嬰兒的食品 我們用布拉蜜的原因 只是因為我們很害怕 我們沒有挑到的魚翅而已啦 對 所以對嬰幼兒是這樣講 對大人來講就不是了 因為我們也有太多的機會 可以選擇其他的食物 所以如果說是1歲以下的小孩 布拉蜜OK 1歲以上 就是丁香魚這種比較適合 當他開始會挑翅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再給他布拉蜜 那當然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雖然布拉蜜它的骨頭比較少 那它的鈣質是小朋友很容易吸收的 這個說法對嗎 沒有 沒有啊 我怎麼會聽這麼多的謠譜 如果我們講到真的 真的 鈣質的吸收 事實上是牛奶裡面的鈣質吸收比較高 真的喔 之前我們有提到吸收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是鈣磷比 就是你一個食物裡面 鈣跟磷的比例要2比1 對 那牛奶 芝麻 大豆這些 它們的鈣磷比大概都是2比1左右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維生素D 所以你吃鈣是沒有用的 你還要有維生素D去幫你吸收到骨頭 吸收才能夠進得來 對啊 還有說還要曬太陽才有餘 沒有錯啊 就要維生素D 對 然後少喝茶 咖啡這種 對 講到這個 就講到小朋友愛喝飲料這一塊 所以你如果 什麼可樂汽水都不行 對 你如果讓小朋友一直喝可樂喝汽水 事實上 鈣質的吸收是被一支 蛤 那前面就白吃啦 對啊 能不能比如說中午喝檸檬紅茶 隔幾個小時之後來吃魚啊或什麼的 OK啊 這樣可以啊 你吃飯就好了 在不同的餐廳是沒有問題的 對 但是你不能擺在一起 那其實我會講這個問題是 絕大部分的媽媽會讓這個 所以我們講的碳酸飲料取代 我們認為比較健康 比較營養的飲料 像牛奶 豆漿啊 好的一些水果 蔬果汁啊 對 對 你讓他沒有機會去吃到這些營養的東西 小孩子就長得不夠好 OK 好 這樣了解了 下一題 黃醫師請出題 來 這一題是說 如果孩子如果不愛吃蔬菜的話 我們就用補充水果的方式 給他一樣的營養 這樣子是對還是不對呢 什麼叫補充 補充 就是說如果不愛吃蔬菜 用水果來替代啦 來取代啦 取代 好不好 請舉牌 兩 三圈一叉 來 玉兒姐 我覺得還是要吃蔬菜 尤其台灣的水果太好吃了 超甜啦 最讚啊 糖分吃太多了 小朋友嘛 不行...那個不一樣 你們看現在小朋友其實好多好胖 我覺得跟水果吃太多都有關係 好 那為什麼舉牽 補充姐 因為我覺得水果裡面含有很大量的一些維他命啊 那我覺得就不用再吞維他命 那就很營養了 而且吃的是最天然的 對 對啊 應該也是這個 也是這個意思 對 我覺得 人家啊 這個衛生署在提倡 每日五蔬果 裡面包含了水果 對不對 所以既然包含了水果 五蔬果 就代表他可以替代蔬菜 是這樣嗎 黃醫師 這一題的答案我跟營養師有一點點不同的意見 那我個人認為這樣做應該是可以暫時接受的一個選項 那當然我為什麼講得這麼模糊 就是因為的確沒有 你水果沒有辦法取代蔬菜 那除了它的纖維質 還有它裡面的維生素含量不同之外 水果的果糖太高 這些都是問題 但是我是一個比較是快樂育兒的一個趨勢 我是覺得 你如果一個孩子不願意吃蔬菜 你每天跟他硬碰硬 其實造成親子關係的對立反而不好 如果說他可以用一些水果暫時取代 然後你在這段時間 利用各種方式把蔬菜藏起來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做的方式 對不對 比如爸爸藏起來然後給他 或者說偶爾就給他試一試試一試 讓他去漸漸去接受蔬菜的口感 那這段時間至少你不會因為這樣子而 全部都因噎廢食 你也不吃蔬菜也沒有水果 那對你的纖維質還有一些維生素 吸收就不夠 了解 所以你這是以父親的愛的角度 來詮釋這一題 對 那如果以營養的角度呢 營養師 一般來講你剛才講的健康五蔬果 對不對 天天五蔬果 我們的五蔬果不是說 我就五份蔬菜或是五份水果 不是 我們吃三份蔬菜兩份水果 它不是只要顏色不一樣的五份就可以了 對 也就是事實上蔬菜跟水果提供的營養素 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吃水果的目的主要在吃 攝取維生素C 因為其他的食物都是加熱烹調 沒有辦法得到維生素C 所以我只有靠水果來 那我們吃蔬菜的目的主要是 攝取維生素B群 纖維質 礦物質這一類 所以給的東西是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說 好 今天的小孩不喜歡吃蔬菜 那我五份全部改成水果 那這個就是偏薄了 真的啊 蔬菜還一定要有深色跟淺色 都要均衡對不對 對 所以媽媽可能會花點心思 怎麼讓這個東西弄出來 鮮豔 很漂亮 氣味也很好 像我們現在說話 這個問題 很多飲料我們都不敢喝 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就會建議 如果媽媽願意的話 在家裡就自備一些蔬果汁 事實上的小孩是很好的 花姐 我想請問一下 像我們貝克宇不吃青菜 但是我每天給他準備一個小黃瓜 他每天一定吃小黃瓜 這樣會不會不營養 可是你就單純靠小黃瓜 一種蔬菜事實上是還是不太夠 我覺得像佩儀跟黃醫師 都有一點太從小孩子 因為愛就包容他 想各種替代方法 我的方法是 不管你愛不愛吃 你最少一定要給我吃一口看看 那常常會有兩種結果 一個是他真的不愛吃 那我就允許他你可以少吃 另一個是他改變觀點了 他願意吃 你知道我們小朋友從小 他可以吃那個是什麼 青椒 喔 不錯 他們會願意吃 可是老大願意這樣吃 老二就不願意 他就不喜歡吃青菜 所以像現在這麼大了 我如果炒一盤青菜 老二不喜歡吃青菜 我一定會另外夾一大把給他配吉 這個你一定要吃完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吃完 他也吃行慣了 他就說就當是佈草 他有了 而且我覺得小孩如果少吃蔬菜 很明顯的就是會 很明顯 就不出來 後來我們家小朋友就發現說 真的耶 媽媽你讓我吃蔬菜 我早上就會比較順 沒有吃真的就嗯不出來 接觸過後面習慣了OK了 好 下一題黃老師 以中醫的觀點來看 小朋友最喜歡 蘋果是最適合小朋友吃的水果 對不對 對不對 以中醫的觀點 蘋果是最適合小孩吃的水果 對不對 請舉牌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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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蠻經常運用的 所以他這邊講用中醫的觀點 適合小朋友吃的水果 我贊成都要吃啦 但是在他剛開始 最適合 對對對 初期的時候 到我們現在大人也是啊 就是天天吃蘋果對不對 醫生員你我 可是中醫也有人是用水梨燉啊 也是 唉唷 我還透過中醫說 不可以吃水果的咧 啊 哪一個啦 哪一個啦 傳統方的中醫 他們是認為是生冷的 對啊 暖的才是冷的 但是妳剛剛講的什麼醫生員 也有一句話啊 對不對 番茄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哈哈哈哈 番茄也很好啊 對啊 對 番茄也很好啊 番茄也非常好 對 對 對 我們覺得蘋果還不錯啊 是嗎 是的 沒有錯 耶 各位 答案對喔 不管是中醫事實上 西醫 待會黃醫師也 鏡頭再帶一下 只有我一個人答對了 OK 不行不行 要解釋清楚 對 對 對 要說服我們 對啊 事實上蘋果裡面 它有很豐富的維他命C跟鐵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還有一個就是 它有很豐富的果膠跟可溶性纖維 它有一個特性 如果小朋友是輕微腹瀉的時候 它的果膠可以吸附一些水分 所以就可以有紫蟹的效果 對 這個是在中醫上面的理論 所以我們真的如果 大人也一樣是不是 對 他們也一樣 蘋果 但你如果水瀉也沒效啦 你是那種輕微的腹瀉 對 事實上蘋果是有紫蟹的效果 那如果天天給小朋友吃 會不會中毒 不會吧 不會 不會 就天天吃 如果你不削皮上面又有打蠟的話 就不會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水果 除非你去買到那個 就是沒有打蠟的 要不然我們還是建議削皮 因為現在都有上蠟 對 這很可惜 事實上皮很好對不對 沒有錯 對 其實這種 很多營養都在 對不對 好可惜 那只有蘋果以外咧 事實上還有很多水果都是很 如果也是很推薦的話 你說對小朋友來講對不對 對 小朋友 對 其實像如果小朋友的口牙夠好的話 芭蠟是我們台灣的水果 我以前說西含量最高的 對 但你要比其他的水果 奇異果也很高啦 我是說我們台灣的水產 本產的 本產的水果 請問一下 以前曾經有這個阿姨 有一位阿姨就跟我兩個小孩講說 在吃西瓜 說 我跟你講喔 你們把那西瓜籽咬咬咬咬 所以吞下去 對身體很好喔 我聽過葡萄籽可以吞 西瓜籽要咬一咬 吞下去 就是不管是不是西瓜籽 葡萄籽 管它芭蠟籽什麼都好 就小朋友咬了 那個可以吸收嗎 不太會吸收 不會啊 對 沒有辦法吸收 那就是粗纖維不太會吸收 黃醫師請補充 大概蘋果只有一個東西要補成 剛剛講的它的好處 就是它的壞處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是便秘的小孩 對 有很多便秘的孩子 媽媽跟我說 我給他吃很多水果啊 我說什麼蘋果啊 芭蠟 其實這都不是很好的 如果你的孩子是便秘的話 有三種水果不能吃 蘋果 芭蠟 還有生的香蕉 就是比較輕 比較綠的 那其他的就是纖維質含量 會比較高一點 這種水果就可以 請問青木瓜 小孩可以吃嗎 你青木瓜只能拿來煮湯啊 熟的 生的你沒辦法吃啊 所以你只能煮湯啊 青木瓜絲啊 那個泰國料 那個時候你就當作蔬菜 不能當作水果 對 你要把它歸類在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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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他會性早熟嗎 不是 我不知道啦 會豐胸嗎 對 因為比較輕的香蕉不能嘛 所以想說青木瓜不曉得 青木瓜我們就把它當作蔬菜 瓜類的蔬菜了 就當作水果 好了 我們歡迎茂茂老師 你好 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的料理餐點 我覺得我們是把它鎖定在 很多媽媽最頭痛是哪一餐 早餐 對啊 因為要吃得飽 要吃得好 對不對 而且你才起床 你哪有時間啊 對 所以你一定要又簡單 又快速 營養要均衡 要夠好吃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小撇步教大家 就是例如說晚上的時候 有些東西可以稍微準備一下 就有比較充裕的時間 例如說像水果的部分呢 你可以稍微 現在都很棒的保鮮盒 你就把它切一切之後 放在盒子裡面 像這樣子嗎 這是一份嗎 對 或者是你可以這樣做一杯一杯的 你弄得好像外面的水果店 對 沒有 因為我們家人比較多 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非常的快 裡面有香蕉 芭蠟跟木瓜三種 三種就夠了 而且你家有幾種都可以加進去 然後就像阿倫姐說的 早上起來的時候 怕小朋友會挑食的話 這個就是你的褲子 所以他就只好吃了一份 這樣拿著抓住那個量 不用搭成果汁就這樣抓著吃 對 對 對 所以等一下上面我們還會加入優格 我們知道說牛奶對於鈣質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用優格來加在裡面 所以請問一下你這兩種不同的種類 因為你看剛剛是一種水果組合 這邊是奇異果 芭樂 哈密瓜跟鳳梨 對 你是依照什麼來選擇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大概依現在的時令 作為做一下搭配 例如說像成年人的話 比較喜歡吃有點酸酸甜甜的味道 所以鳳梨的話 這個就還滿符合成年人喜歡吃的 那小孩子喜歡吃甜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就選擇了有木瓜 然後還有香蕉 然後再加上芭樂來做一下中和 最起碼都三樣以上 對 至少都三樣 像現在還有很多的芒果 是非常棒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加進來 對 酸的有梨子可以加 對 都還滿豐富的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前一天晚上 可以準備好的 對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盒子裡面 的時候把它蓋起來 或是用保鮮膜把它蓋住之後 就是把它密閉就好了 所以你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一個盤子拿出來 直接就好了 六個人就六杯 整個 那你要吃的時候 再用這樣子的方式就好了 你把優格 優格 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 你可以再加入 小朋友的話 你可以加裡面蜂蜜 天然的蜂蜜 OK 加優格的目的是什麼 增加它的潤滑度 所以吃起來之後就不會乾乾的 優格的蓋子也很多對不對 對 就非常好 等於說強迫它 然後你還可以加入一些荷果類 例如說 然後加上蔓越莓乾跟 葡萄乾 芭樂也是非常的棒 所以它裡面也有一些纖維質在 所以在早餐的時候這樣吃的話 算是滿溫和的 來 淑慧老師 麻煩你幫我們補強一下 像這些有核果類 水果 優格 它在營養對小孩子的營養補充 幫助在哪裡 它很棒的設計就是 它用不同種類的水果來配它 不是很單一的 對 所以就對小朋友來講 是很有誘惑力 然後他懂得用優格 因為優格事實上是比牛奶更容易消化 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它已經發酵過 所以它更容易消化 蓋子吸收會更好 所以小孩如果 都來加了一些堅果 所以其實我本來想說 事實上你可以用什麼 用鮮奶也可以 小朋友比如說 我們現在有一些大人會 早上用燕麥片沖鮮奶 對 事實上你就把水果丁 放到燕麥片裡面 上面再撒堅果 就是大人的一餐 小朋友好喜歡吃喔 麥片放在鮮奶裡面 那再加堅果 對 順便吃進去 對 這也是一種方法 可以變化 對 但堅果類補充的是什麼樣子 事實上堅果給我們的就是 好的油脂 事實上我們知道油脂 不要以為說吃油脂會發胖 那是過量了你會發胖 可是你如果是好的油脂 事實上包括我們所有的神經水消 上面都是需要 林子子就需要油脂的 這些都可以幫助小朋友建構 他的智力發展學習的 但小朋友也要注意堅果的熱量 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量不能多 一般來講我們建議就是 一天大概就是你的手掌心 小小的手掌心 這樣一個手掌心的大小就好了 就夠了是不是 就夠了 所以像這樣一杯的量 小朋友當早餐夠不夠 這是一份的水果 我們一份的時候 就是一個拳頭大 所以你看那個體積就差不多 這拳頭是以大人的拳頭 對 大人的拳頭 就夠了 但是小朋友一天要兩份 所以你早上給他一份 請他晚上回來的時候 吃完 對…你還要再補一份 對 好 來…我們大家來吃吃看 好像到法國一樣吃 開胃菜了 來 一人一個 這個感覺 還不錯 國外的優格都比較酸 台灣的優格比較口感好 很好吃喔 很好吃的感覺 所以剛才加熱蜂蜜 事實上那個小朋友如果不怕酸的 他加熱蜂蜜就可以蓋過去 接受度會更高 而且它半月美好好吃喔 酸酸甜甜 對 優格吃得太多 會不會有過量的問題 一般來講 我們在買的市售的 一盒的優格的量 就相當於一杯牛奶的量 你就用這樣子的量來換算就可以了 第二個教大家做的是 就是我們把一些蔬菜 把它融入進去 當成是一道主食 融入什麼呢 來 例如我們知道早餐吃地瓜 是還滿好的 而且地瓜裡面有很棒 很細細的纖維質 對 然後又可以防住肉 而且它裡面好像還有錢紅酥 我們一個三個錢紅酥 對 在裡面 對 在裡面 所以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的時候 我們用地瓜當基底 地瓜你只要在晚上煮飯的時候 把地瓜一樣放進去蒸 那你就把它放在一個波裡面之後 然後放涼了 然後加入你想要加的一些 所以現在裡面加的有芹菜丁 對 芹菜丁還有蘋果 蘋果 對 那你要加小紅瓜也可以 那小紅瓜比較容易出水 那我們把它加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做拌勻的動作 那地瓜我們用蒸熟的 本身它裡面也含有一些水分 所以它容易沉泥 那當然有些小朋友 比較喜歡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美乃滋 但是不要太多 因為畢竟那是屬於奶黃醬 所以裡面會有擋固醇跟油脂 所以不加也無所謂 對 它本身就非常地香甜了 那你就這樣子把它拌勻之後 其實你也看不出來它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它也不好看 它只要吃下去的那一口 它覺得好吃 它就不會去在意裡面 是什麼東西 對 就知不覺吃下去 對喔 所以它的甜味就是自然的 對 地瓜甜 然後吃到脆脆的就會是 來一大坨 是裹在麵包上是不是 對 不是直接吃喔 所以小朋友弄成這樣 不要偷之過激 好 那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來做一下漂亮一點 像我們在國外常常有派對 就是會做一些卡拉片 Open Sandwich的方式 所以我們用我們的法國麵包 把它切成片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 例如說在這裡做一個舉例 好 你上面這個蘸的是什麼 優格 優格 好 那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一早起來就半個多久了 生菜 真的要讓小朋友一起玩 對 把它放上來之後呢 對 我知道大家家裡面 不一定會有挖球器 例如說冰淇淋掃 有的話你就冰淇淋掃 這樣挖一掃 就很漂亮 小朋友就很喜歡 用湯匙挖OK 但是家裡一定會有湯匙 那教大家只要兩根湯匙 你也可以做一些漂亮的形狀 例如說兩根湯匙 然後先挖一點進來之後 你用這樣子刮幾下 形狀就出來了 對 這樣子下來 OK 漂亮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每一格的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 做一點點的裝飾 例如說 使用小番茄的話 你就可以把上面 放上小番茄 差很多 因為小朋友 他們是會被顏色所吸引 他覺得漂亮 可愛 好吃 他就會覺得想要吃它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 蔓越莓乾 對 心機重一點 再把一些你想要放的東西 再把它放進來 再放進去 對 夾帶進去 這意思意思是什麼 髮菜是黑的 我加入一點點的那個 乾燥的辣椒絲 吃起來會香香的 不太會辣 對 然後就會幫進腸胃的滷動 可以試吃了 對 非常的棒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味道怎麼樣 我一點都不會想到 我們家小朋友不吃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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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好不好 大人才覺得好 小孩不喜歡 真的嗎 我兒子很喜歡吃地瓜 我兒子非常喜歡吃地瓜 我兒子也愛吃 你們小孩好聰明 好特別 我們家的地瓜 是在蒸飯的時候順便 放在裡面一起熟 對 然後他們都會搶著跟我吃地瓜 配上這個蘋果嘛對不對 對 應該是蘋果 這是一種吃法對不對 然後現在Momo老師呢 做的是三明治法 對 你就這樣子把它夾起來 它就直接夾在裡面 對 你們有兩種不一樣的吐司 對 那你這樣子顏色看起來 就會不一樣了 對 這個不錯 這我可以吃 對 這可以吃 突然沒吃到很不甘願的 今天兩個人快留口水 對 他也想吃 因為真的好吃 好好吃喔 對 謝謝 所以這樣子很方便又很快速 所以你就可以學到一種料理的話 你可以 就算你做了一個 那你可以 不同時間用不同的時間 它吃起來就會不一樣 所以華老師 那像這樣子的早餐 小朋友的營養成分 這個主要是 供應澱粉類的東西 比較多 剛才我們的那個優格的話 大概就是水果跟融資品 那這邊就是主食類的供應 所以可以彼此互搭 所以呢 不管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我們都可以用這樣的這個角度 給孩子一些充分的營養 那它吃得又好吃 下次它也討著要再吃了 對 對啊 自己動手做 營養又健康 對不對 大家學起來囉 好 謝謝 謝謝所有來賓 謝謝 來 相同時間繼續鎖定 請你跟我這樣過 拜拜 depressed 那我 rugby 來頓 なん 不